讲二章第一节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或作阴毒诡诈并假善疾导并一切的毁谤的话 消极来说我们要除去一些东西 我们要吃一些排毒的食品 来吃一些健康的食疗 这个对比就是我们的说话 从我们口出的东西 跟神的道 神的说话 我们的口常出的恶毒 还要是阴毒 诡诈 古惑 就是广东人说 毅善 假无遗善 表面就说爱你 但后面就插你背脊 质道 就是你如果聪明 你有的东西我就妒忌了 就不开心了 跟着就变成毁谤的话 malicious talk slender of every kind 不单止自己不喜欢那个人 还要整到周围左右 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那个人 于是你就开始讲谣言 众伤 残言 是非 无乃 攻击 很多毁谤 的说话 哥罗西书 第三章第八节 但现在你们要 弃绝这一切的事 脆掉 排毒 以及脑恨 愤怒 恶毒 怎么办呢 我这把嘴 经常出谎言 闲话 以及一些阴毒的说话 这个牧师一声不出 只是叫他拿个枕头来 割开枕头 然后叫他 将里面的羽毛 在他那条村 逐家 逐活 人家的前门那里 放下一块羽毛 就去第二家就可以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 但他很听话 跟着牧师这样做 做完之后 回来 牧师呀 我做完了 你看我做的事 跟着牧师说 你现在回去 收拾那些羽毛 他明白了 没得收拾了 一放下就吹了 每一次我们口中 所说的一些 谎言 闲话 恶毒的 毁谤别人的说话 一出口 就心不回 只有神的说话 永存的道 他能够消毒 又排毒 最近因为地震的缘故 在网上又有不少 那些无厘头的说话 我看了都是一笑自知 不过有些 我又觉得 有些意思 跟你分享一下 好吗 有些呢 就是 就是 特别吸引我一些 因为我自己医生 背景 我看得好像有医疗成分 我就看得明白了 是不是 日本政府 愚未隐瞒灾难 就是说 迟迟都不发布这些消息 所以他说 是 severe renal failure 我看得不明白 看清楚 原来 极度神衰血 极度 很谈慎 所以 必须的衰 要揭 就是要揭 极度神衰血 那我说 这么衰 帝日本人 原来不是 原来他讽刺我们自己 这样就对了 他说 中国人民 又盲目疯狂 抢炎 所以 是 acute appendixitis 急性盲 抢炎 急性盲目 去抢炎 所以 acute appendixitis 又有意思 不要笑人 笑自己都对 接着看这些是 简体字 就是 中国大陆背景 上连 上连 日本是大和民族 日本是大和民族 下连 中国是言慌子孙 他说 炎王子孙 读什么 变成了 炎方子孙 所以他说 王匹 就是 这两句加起来是什么呢 有点意思啦 听不明白啊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嘛 炎要有Iodine 有点意思 都没人笑的 那我不说了 下一句 上连 日本人在荷复射中等待点炎 日本人在核复射中等待点炎 有点的炎 下连 中国人呈点炎 以等待荷复射 中国人就抢点炎 以等待核复射 王匹 无言以对 无言以对 没什么说啦 都不要笑 这个我觉得有意思 一定要读给大家听 他说 这个是大核免族 一个是大核的民族 这个是炎荒子孙 一个是炎方的子孙 黄匹 他说 阿守燕河 听不明白这句 握手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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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核 读国语音 普通话变成 阿守燕河 或者上帝直着灾难 叫你和我 要成为和平之子 能够排毒 将以往的 老恨 仇恨 恶毒 除去 以至到我们能够 真正将基督的和平 带出来 罗马书12章第9节 爱人不可虚假 护要 护要 厌护 善 要 亲近 我们在教会里面更加要借着DNA这个道种更加予此相亲相爱 消极地要排毒 积极地就要 渴慕灵奶了 大家留意第2章第2、第3节 因为神的道种 消极是排毒 积极是给你很多营养 但是你自己要有胃口 渴慕 来追求 所以彼得就说 就要爱慕那 纯正的灵奶像 财生的婴孩 爱慕那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 以致得救 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这里的重点不是叫你整世喝奶 因为司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 或者希伯来书都说 我们应该长大就要吃干粮 但是这里的重点是说 我们那种胃口 对神的话语的渴慕 要像那些宝贝仔 不停在那里哭 要想吃奶 那种你有重生的经历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有 因为你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定如此 约白记23章第12节 他嘴唇的命令上帝的话语 我未曾背弃 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需要用的饮食 我看重过于 我看神的话语 还重要过我自己日用的饮食 你有没有真的去写日记 写筆记写图 将你自己每日发生的事 你所讲过的话 思想改道 或是在聖经的亮光下 你要排读 然后你把上帝给你的 поч感 那个提示 那个鼓励 那些去改正的地方 写成一个journaling的习惯 诗篇119篇诗人的体会 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的甘味 在我的口中比蜜更加的甘甜 神的道总话语不但重生 而且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滋长 让我们越得越有味 越享受越觉得有胃口 一方面排毒,一方面爱人越爱得亲切 是没有虚假,没有谎言 显出你的真我,活出耶稣基督的爱 第二方面,我们促进和谐 不单止是要靠这个永存的道 我们要促进和谐 第二大点就是要连于活石 我们一起建屋的 同建一个房屋 不单止同属一家 我们是同建一个房屋 大家留意经文的二章第四节 主是房国 我们建什么屋啊 首先,根基很重要 主乃活石 Living Stone CAPITAL S UPPER CASE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人所拣损所宝贵的 因为经常说汉啊 我把所拣损所宝贵的房角石 放在石安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建一间屋最重要就是根基 根基最重要就是放下那个cornerstone 房角石 因为画迹师全部是用房角石 来作为一个量度的标准 以后每一块的石头 都是结连结连结连 在那个房角石 然后藤柔柔柔柔 整间屋就建好了 我们不单止同属一个种子DNA 我们也同属一家人 我们 你和我都是活石 一同被建造这个上帝所居住的灵工 彼得是引用以赛书28章16节 所以主要说如此说 看啊 我在石安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的根基 宝贵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赐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耶稣基督必须是任何一间教会的根基 必须是任何建堂 扩堂过程中的主角与元帅 必须是任何你和我要达成的事工 包括社区服务中心 要为着宣扬与高举的对象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是房角石 各房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漸漸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 神值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弟兄姊妹 我们未见这个熟年的家 我们也都要自己从自己的家起头 你有没有在你自己家中 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 为你一家之主呢 你有没有凡事讨告求问他呢 你有没有做任何的重大决定呢 包括转工啊 搬屋啊 找学校啊 宅偶啊 甚至乎做什么义工 要参与什么事奉 你都先经过祈祷 寻求明白常的心意呢 第二方面 我们不单止有主是房角石 第二就是说建什么呢 建立个灵宫 第五节的上半节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 就也就像活石 今次是 lower case 细草的s 是plural中数 你和我原来全部都是石头来的 然后呢 靠着这个的房角石 耶稣基督呢 根基建立这个灵宫 感谢主 我们不是建一间砖屋 如果是brick house 就很麻烦 就不好看 因为是全部统一的uniformity 个个旧旧一样样 原来呢 是一间石头砌的屋 石头就有size不同 颜色不同 三尖八角 砌完的时候有点痛苦 因为你刺到我 我刺到你 但是这样磨合之后呢 我那些突出的优点 就可以遮盖你的粒的地方 你的优性又可以遮盖我的软弱 就像制裁继疏puzzle的砌图游戏一样 起初看得不清楚 不上眼 但是最后的图画就是美丽的 就是宝贵的 这里三次重复的那句话是precious 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第四节 第六节 第七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 主耶稣允许我们 他说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彼得的名字是什么 本来是西门 改名叫彼得就是stone 就是rock 就是一块石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盆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耶稣基督允许了你和我 只要我们好好 用心来建造这个灵宫 我们一定得胜的 好了 有防角石根基 你和我一起建这间屋 那为什么呢 原来这间屋不是普通屋 这间屋是圣殿 圣殿的目的最终是要献祭 所以第三点 就是献上灵祭 第二章第五节的下半段 作圣结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越纳的灵祭 原来你和我每次来礼拜堂 我们在这个硬件的圣殿里面 我们在里面要将软件 就是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金钱财干 我们就献上给上帝 虽然天主教在中古时期 甚至乎圣公会 他们都有一个创误 就是圣族的分开 以至到他们那些神父 当他们的牧师 在台上那里来到行 这个献尼撒的时候 做尼撒或者圣参的时候 和会众有一个距离 那些神父要穿着帽 然后呢 他载着那面 他的背部 只得住你 然后在那张价台上 这样那样 那些杯子 那些饼 你都不知道做什么 因为你都看不到的,没有机会看到的 但是,当马丁路德来到改革的时候 信徒皆君尊祭司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活摄 都已经是一个祭司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 一、二、三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结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逢,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乃要心意更生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是善良 顺存可喜悦的旨意 有一位英国首相叫